思考一下 这个 当然最后这上课 你们可以去想想看有没有类似的 当然可以做个BMI 健康指数 不过做完之后BMI结果是这样 可是问题 最后是不是需要有一个 建议词 到底这个是 属于什么 过轻 标准 还是过胖 然后 过胖好像还有分成好几个等级 那这个部分 各位可以 Google一下BMI 其实就会有答案 像BMI第1个 你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什么 体重在小于 18.5的话 算是过轻 然后呢正常是18.5 到24算是 标准 那异常的话呢 就是大于24 算是异常 就过胖 不像大部分都 瘦的 比较 应该算标准的比较比较少 所以现在人都太健康 太营养 可是不见得健康 那另外他有什么过重 就是异常范围又这个范围 然后轻度 中度 重度 那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在那个底下加 是我今天希望 希望在这个底下 再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最后的一个 评语 可以放在这边来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评语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去构思 因为 正常考试是一回事 就是这样的 找到结果然后怎么样把它 再做一个转换 不过这个部分跟Java 比较有关系 第1个就是BMI 然后有个范围 第2个你会发现找到BMI 第2个这个 这个也还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甚至更 更专业 它里面还有什么 计算卡路里 热量 还有运动 等等的 所以其实 像现在还蛮流行那个 手环 有Sony的 有Gami的 它可以去计算你一天运动量多少 我觉得那个好像还蛮有戏 而且是那个 可以跟你的手机连结 而且可以随时上传你的那个运动结果 感觉还蛮酷炫的 而且现在 这些东西 应该会未来成为一个趋势 那这边的话 比如说他这个 更更棒一点 就是他的身高 体重 假设是这样 开始诊断 有没有 真羡慕你 继续保持下去 可以做模特 OK 那再假设多一点 开始诊断 24 超出标准 因为他这个地方 必须要是小于24 这边的话 他会应该是到这个范围 过重 只是他没有 他把过重 改成这个 如果说他现在已经 更多 95好了 175 95 假设165 160 95 会这边怎样 相托选手 OK 所以他这个有个 标准指数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没有idea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印象中这边有个什么 这个原始码 有没有 其实原始码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Javascript的范围 从哪里呢 找一下那个 Language 等于Javascript 从这边一直到下面 你会发现 这些都可以拿来改的 因为他里面方圈的概念都一样 只是差别变数的宣告不同 底下的话就是 如果是大于40的话 就是叫什么 恐龙 快去看一手 然后呢 如果是30到40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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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也可以 参考他来看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拿来 什么 拿来到我们的App里面来用 其实都可以的 所以其实 网页的版本 将来要转换App的版本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两边是相通的 那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也就是我希望 这个后面再增加的功能 在下面这边 他可以 切过来不只是BMI 还可以给一个评语 那这个地方该如何做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最后 这个我已经把它做好了 不过 其实 我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在原始码里面人家已经写好了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 他的逻辑上跟我们要的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在哪里呢 差别只是说 他的那个 一个逻辑判断 还有资料来源不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这个也是MATS点论 他这边是 也是计算出BMI结果 但 我们需要的部分 其实是 有额 应该是从这边 逻辑判断是从这边开始 IF 然后呢 他这边会有一个 变数 叫做 有额 BMI 所以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需要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新的 评语的 那个位置 但第一个你要先需要在哪里呢 在Page 2里面 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Test View 应该没问题吧 在这边拉一个Test View 然后呢 并且怎么样 因为你在 这边Page 2 直接拉一个 我是直接在这边 放一个 Large的 然后拖拉过来 名称我把它改成叫做 叫做 TV Advice 然后呢 里面的值 把它清空 所以 里面的值 本来叫什么Large Test 把它清空一下 里面就让它空的 那也就是说第一步 在哪里呢 在Page 2里面 拉一个这个 然后名称我叫做Advice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将来要显示的位置 第一步完成 好这个是界面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因为我要 放资料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是Page 2 所以对应的话一定是Second 一定不是Main 那这里面的话我做哪些事情 其实好 一样嘛 那我会需要 宣告的部分 多宣概一个 有没有 Test View 他是TV Advice 第二个连结 连结一样 多一个连结 那第三个差别是说输出啦 那原来是输出一个BMI 不过 我们 多了一些东西就是这一串 那你想说这一串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 我这个地方 是从人家的程式拿来用的 但他也想说怎么用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 我们有一个 有没有 就是BMI的结果是S 那我第一个因为它是自串嘛 所以我必须要拿来用的话 我这边先宣告一个Double 因为它是一个自串 我必须把自串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 Double 就是浮点 就是有小数点的数字 第一个我有 有BMI的 名称我都给他取 一样 第二个的话 我的程式 可以从哪边取的 我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智慧财产权权 不过我是上课 这个只是上课 我没有在剽窃他的 那你直接从那个 我 我刚刚是从哪边找 从那个 BMI关键字里面 第二个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 检查网页 檢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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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下找 它是逻辑判断在这里 从 if 以为BMI这边 所以我就从 if BMI大于 40 一直按 SHIP的键 到最后一个 Copy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做什么事呢 把它贴回到我刚刚这边 的下面 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的话 要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 输出的部分 它这个应该是由谁去 不是用这个FORM 它是用表单里面的 显示元件 那我是要用什么 用那个 TV Advice 所以这边的话 我用这个来改 比较快 这个复制一下 输出的话是 在这边把它贴上 然后呢 这个名称的话 是Advice 所以我就直接用那个 这个名称 实际上是 TV Advice .set test 然后里面的话 如果它大于40的话 是空 后面加一个后刮糊 不过这恐怕改很久 对不对 所以最聪明的方法是 选这边 选这边 然后用什么 Ctrl C 然后Ctrl加 Ctrl加H Ctrl加H的话是取代 CtrlF 跟着一下 应该是Ctrl加F 取代一下 取代为什么呢 把 这一个 取代成 这个 加刮糊 不过等一下会少 后刮糊 等下自己再加后刮糊 就好了 这边把它 Ctrl C 贴上 全部取代一下 就是把显示的 元件 它本来在 网页的那些 取代成这一个 全部取代 好 取代完之后的话呢 还缺什么 缺后刮糊 所以 你就自己再把后刮糊加上去 不过还有个方法 当然 可以怎么样 这个一样可以把它 Ctrl F 然后这个是分号 取代成后刮糊 再一个分号 这样也可以 只是说你不能全部取代 你要变成说你要个别一个 慢慢取代这个 然后换下一个 这个 再下一个 大概就是 因为它这个还蛮多个的 所以至少这样会快一点 你不用说一个慢慢慢慢的取代 但是你特别说这个就不能了 所以把它关闭一下 Check一下 全部OK了 然后呢 接下来 写完了 有没有 成说写完了 原来 JavaScript跟 Android是相通的 所以 我讲过啦 其实都相同的 甚至你要叫我把它改成 VBA我都有办法 改成 C Sharp 我也有办法 反正 都相通的 OK 所以你要知道关键的地方 主要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这个变数 它怎么取得 那我们今天是把它转型 另外就是说呢 它本来是显示在网页的元件 是phone的元件上 我是显示在我的这个 Advice元件 最后的话 再把它转起来 最后结果呢 看到结果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 比如说我这边在回前页 假如说我今天标准是 把它back好了 比如说我是 假设我这边是 100 1000好了 1000一定是恐龙 有没有恐龙 快去看医生 有没有这个 那如果再回前页 假设这个地方是 100的话 应该是不是 应该是这个 有没有 所以33 它就会跑这个逻辑 其他都差不多 最后 如果说你要让这个格式自己 帮你修正的话 你可以 用那个 我记得程式吗 里面有一个是 叫做自动帮你格式化 这边有个叫格式化 那Ctrl-Shift-F 我常用 按下去 它会自动帮你去 做缩排的动作 我觉得这还蛮好用的 另外其他这个就没办法了 换航好像这个 就变成要自己手动 把那个多余的换航拿掉 最后写出来 就会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 其实它不外有什么 一个if 加一个逻辑 再加一个什么事情 第二个是把上面这一段 前面再复制下来 再加一个else if 再else if 不就是多重 所以一个一个这样子做完 就会看到的结果就类似这样 所以今天 时间关系 今天就是延伸 几个重点 第1个 可以切过来 第2个的话 BMI 第3个 带资料之外 还可以做逻辑判断 大概是这样 今天的节 这个把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也是大概把前面所教过的东西 再做一个 综合的练习 当然同学有问到 遇到问题 就是说那个切换画面 如果这个切换画面 因为 你只要finish 它就会destroy 所以就不见了 至于在更多页 因为你destroy 不可能 除非说你用intense 它可能还在 那当然就会有 另当别论的 那如果 其实说真的 用Android App 这种开发环境开发出来 如果你页面太多 其实也有点不太适合 可能如果你页面真的很多的话 我比较建议你用那个 JQ Mobile 就用Fonger 那会简单很多 而且你要做 很多很多的效果 都没有问题 它那个效果做出来 比较像是一个网页 里面的书签 它其实很流畅 而且你做 几十页上百页 都不会有问题 可是用这个来做 那可能超过 五页以上 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当然 如果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属性 你可以 用不同的搭配 那比如说用那个 JQ Mobile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放在另外一个 显示 这边有个叫Test View 里面有个原件叫 Web View Web View Web View的话 实际上就是 可以把JQ Mobile做完的东西 放在你内部的一个资料夹 叫Assets里面 它有个外部可以放一些东西 然后以后如果你要把 那个东西 就是你要的页面叫出来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载到那个Web View里面去 那看起来其实好像两个是结合在一起 可以做到 很微妙微笑 几乎没什么破绽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你可以最后再把Web View给关掉 然后就又回来了 所以其实这个当中可以做一个切换的啦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就是 最后再多一个那个 频语的部分 很顺畅喔 好顺分喔 然后